上个礼拜大家都应该记得 我们有跟你提到一款APP 叫做香港抗争地图 大概是在国庆日前夕二度下架 最近传出了一个消息 说这个时间点 其实还有另外一样更敏感的事情 就是美国的苹果执席长库克 关他什么事呢 他被找去中国大陆的清华大学 担任金管学院的顾问委员会主席 而且他还有目标 他说什么呢 要把这个清大变成世界一流的经济学院 当然马上就会讨论 这库克清中行进又添了一笔 是不是苹果要跟人民币低头呢 当然这样怀疑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我们要从2018年开始带您看起 2018年苹果有一个服务叫做iCloud 那这个iCloud在2018年的时候 它是由中国背景的云上贵州公司所营运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被人家担心说了 这样子我个人资料被窃取怎么办呢 而且重要的事情是如果美国的国安机密被窃取怎么办呢 这打华为打得这么凶怎么这边刮田里下好像就没事呢 好我们再往下看 2019年3月的时候 库克那个时候也跑到了北京了 他那个时候会晤了国务院的副总理孙春兰 当面谈了什么不知道 但是隔天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他就直接说了 他说感谢中国打开了大门让苹果成为一份子 好一直到今年11月就去二度下架这个全港抗争及时地图APP 原因是因为他当时说了 是因为会影响到个别警员的人身以及财产安全 当然现在库克还是把这个法律给搬了出来 是跟法律有关系 当然这当然有道理 因为影响到了香港的警察 不过另一方面这款APP就不一样了 是一款新的APP 它叫做什么名字呢 它叫做Quartz 如果翻成中文的话呢 是时音的意思 那这是美国的一间数位新闻网站 它其实上面有很多反送中抗争的新闻 那现在也被人家发现说 它在App Store下架 到底所谓何事呢 你刚刚上面这款APP说 会影响到警察的人身安全 但这个不过就是报道反送中 那难道我连新闻自由都没有吗 那还有就是香港版本的iPhone键盘呢 其实从10月开始呢 就已经开始隐藏了中华民国国旗的符号 所以到底是不是亲中 当然还是要留给大家的评断 但是很多的迹象都让人评断说 苹果正在对中共做一件政治正确的事情 苹果新手机强调给你好工具 让你做好事 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新版地图APP 像是最爱的 我可以每天都可以加一些地方 为快速和容易的 access 现在我可以直接按一下 然后走 不过这个好工具最需要的地方 却用不到 在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点名痛批之后 苹果立刻在香港下架地图功能 引爆美国政坛跨党派抗议 要求苹果恢复城市 不过库克并未回应 因为他忙得很 原来库克上周远赴北京 让自己多了一个老师头衔 清华金管学院顾问委员会新任主席 由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地母库克担任 事实上iPhone上市12年 在全球狂销超过10亿只 让苹果市值破照 成为地表最赚公司 不过手机占苹果超过六成收入 也等于为企业发展 埋下了不定时炸弹 苹果手机在华销量骤降 当即苹果手机销售额更续 同比下降15% 销量不如预期 又受到美中贸易战波及 让库克疲于奔命 才答应川普要跟流美国 又暗示将上中国厂商购买零件 现在又在反送中风暴里 选择靠拢中国 对照起库克人性至上的言论 显得格外讽刺 三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这个周末应该有朋友看到 有街头又开始示威放火 警察打人 很多人以为又是香港 当然香港在周末的时候 也有暴动 所以更让人家搞混了 但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 如果你仔细了解一下 你就会发现 刚刚跟你说的地方不是在香港 是在西班牙 加泰隆尼亚从上个礼拜开始 几乎复制了香港争取民主的运动 他们不仅堵塞道路 甚至干脆不装了 直接就说 我们要来当一次香港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加泰隆尼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近他们在上个礼拜 除了有爆发了十多年来 最激烈的警民混战 而且还烧垃圾桶 而且还把这个栅栏灯的路障 就像这样直接搬到了路上 而且还跑到机场去静坐 你不觉得这个既视感真的很重吗 这香港之前不是也跑到机场去静坐吗 然后警察呢 就出动了催泪瓦斯 另外还有出动水炮 来对付人群 那还有警察呢 也是把这个警卫拿出来打民众 这些真的跟香港没有两样 只是香港呢 现在目前的示威群众 最多是200万人 加泰隆尼亚呢 在上个礼拜呢 不过在地方上只有80万人左右 那另外呢 在加泰隆尼亚的部分 他们也有三霸运动 就是学生霸课 那上班族霸上班等等的 这样巴塞隆尼这个工业大成 现在陷入了停摆的危机 当然呢 这让中国大陆很开心啊 为什么很开心呢 这先前大家不是说西方媒体 一直在讲说香港 哎呀好民主啊 争取民主好棒棒 那环球时报的总编辑呢 胡锡进呢 就很直接了当说 这真的是报应 香港现在目前的状况呢 全球都说争取民主 而且呢 加泰隆尼亚人呢 还把香港人当成榜样 好那这个榜样 不就是你西方政客 所树立起的吗 告诉这些示威者的吗 现在香港市民主 已经往西方国家回流 你西方国家 就根本自作自受 不过到底西方国家 对于香港 还有加泰隆尼亚 有没有两套标准 其实这件事情 还值得关注 虽然说两个地区的情况 有部分的雷同 但也是不完全一样 所以还要继续观察 但是加泰隆尼亚 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他们到底在吵什么呢 我们要从2017年的时候 开始看起 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有几名 独立的推动人士 他们在加泰隆尼亚 举办的公投 那这独立人士 最后被政府抓了 西班牙政府说 你违宪 乱七八糟 办一个独立公投 所以最后抓了九个人 而且还被判刑 九到十三年 那最近上街的这群人呢 就是要帮这九个人生源 但是为什么要独立呢 西班牙不好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 加泰隆尼亚 这个地方的人口结构 前后一共有七百五十万人 他们有自己的语言 有国歌 有国旗 他们的总人口数 占了西班牙的百分之十五 这其实算不少哦 那贡献了呢 全国百分之二十的GPP 这就更多了 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们这么会赚钱 怎么一天到晚 要反过来养西班牙政府呢 我到底何苦呢 我们天龙国中的天龙国 我可以自给自足啊 所以某种程度上面 他们看似跟香港有些类似 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这西方媒体 对于加泰隆尼亚的报导 在接下来会不会追上 跟香港争取全面民主 一样的力道呢 或许值得我们观察 这些抗争的画面 这说起来还真的是如出于彻 这最大的差别 或许就在警方的水泡车 喷出来的水 可是蓝色的 甚至还打到了清真寺 我们刚才开始提供了 这个水泡车